日本把今天8月15號定為二戰中戰的日子 對於這場戰役勝利紀念日相關各國道有不同的認定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我們說抗戰勝利紀念日 其實各國不同認定主要是因為這個發生事情的日子不太一樣 那麼在日本、澳洲跟紐西蘭還有英國是認為是8月15號 這一天呢是日本的日皇裕人他宣布無條件投降 因此在史稱呢就是8月15號這一天是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跟太平洋戰爭勝利日 而另外呢美國方面則認為9月2號這天意義重大 當一天呢是日本的外務大臣跟美國代表麥克阿瑟 簽署了日本投降書 這是美國認定9月2號是這個抗戰勝利紀念日 而在台灣跟中國大陸則是9月3號 那麼國民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 當天呢是代表了中華民國接受日本投降 而我們台灣也在1955年開始就把9月3號定為軍人節 另外中國大陸在2014年是把9月3號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